这是18年的一场足球表演赛 红队由米卢指教 球队的大部分队员都是国内耳熟能详的退役国角 而蓝队方面则由一些世界知名的传奇球星所组成 不过这场比赛却吸引了很多的女球迷观战 也为陆寒将代表红队中国明星队登场比赛 比赛刚刚开场近一分钟 中国明星队通过前场的误打误撞形成了机会 前国角李毅随即的停球衔接一气合成 最后用一脚侧身电射攻破了托尔多镇守的球门 随后国际传奇队通过皮尔洛的侧影组织进步 皮球来到右侧之后由吉格斯送出低平传重 只可惜西多夫在后点的包抄强点未能成功 第一节比赛第九分钟 陆寒身踢七号球一踢不登场 上场之后陆寒先是在前场右侧完成了一次投球百度 不过皮球最后被意大利传奇后卫马特拉奇破坏出了底线 比分领先再加上对手实力的强大 中国明星队随后辩证五四一阵型 尝试利用陆寒的小快灵特点来冲击对手的防线 这次是徐亮送出的长传可谓是精确之的 不过陆寒在与普悦尔的身体对抗中毫无优势可言 一分钟之后皮尔洛出现了罕见的停球失误 陆寒获得球权之后与队友形成了保护性接应 而徐亮最后完成的掉门也是打出了很高的质量 随后皮尔洛与西多夫在前场形成了串联 荷兰球星随即闪开角度拔角怒射 尽管范志义已经退役多年 不过面对来球依然选择了投球解围 第一节比赛第18分钟 中国明星队利用后场的传递配合 化解了对方的高位比较 陆寒迂回到左侧形成了接应 这也是本泽马常用的拿球死路 随即的传球如果能够紧贴地面就再好不过 最后前国组主帅李铁调整之后的攻门 掀出了右侧立柱 作为球队的中锋 陆寒也具备一定的背身拿球意识 这次在中场倚注身位将球顺利地摘住 当然对方的马特拉吉并没有采用身体对抗 第二节一边在站 周庭尝试沿左侧带球形成突破 而普悦尔的威风丝毫不见当年 随后主教练米卢准备换上谢灰 加强前场高度 比赛第42分中 国际传奇队由李瓦尔多向禁区内送出关键传球 这次使门将关阵通过及时的出击 封堵了普悦尔的射门 中国明星队立即由徐亮组织球队的反击 由于对方的防线已经基本就位 所以陆寒就选择了保护性接应 这样的处理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最后的停球失误确实不太应该 随后皮尔洛接应萨尔加多的横敲 顺势送出精准长传 好在中国明星队通过韩鹏的积极防守 才将险情化解 第三节比赛 国际传奇队率先通过西多夫的突破制造险情 而当年的现役中超球员周庭 最后使出犯规的动作才勉强防住 皮尔洛主伐的皮球被门将击出之后 右侧的吉格斯稍作调整送出第二脚船中 最后满头白发的克雷斯波在门前完成了投球攻门 随后国际传奇队通过前场的逼抢迎来了进攻击合 西多夫送出的传球助攻克雷斯波完成了破门 不过被编才举其示意越位 比赛第68分钟 陆寒再次被米卢替坏上场 不过场面依旧由国际传奇队所控制 皮尔洛与西多夫两人之间的配合真是出神入化 中国明星队的门前也再次风声和力 随后门将托尔多来到前场参与进攻 中国明星队在完成抢断之后 等于是获得了空门的机会 球队在中场的船接配合按部就安 只可惜陆寒最后在选位方面 与球队的最后一船没有形成默契 由于每节比赛只有25分钟 所以此时已经来到了商庭捕食阶段 黄马民宿萨尔加多 严右侧上演了一次长途奔袭 而韩鹏在防守中 其实有较大的犯规嫌疑 不过主裁判并未做出表示 最终中国明星队凭借李毅的进球 以1比0的比分获得了比赛的胜利